好的欢迎来到第二轮的比赛 那现在第一圈已经打完了 梅老板这边是吃了一个0-4 那第二轮开始的时候 先锋战依旧是卡瓦诺 那老男人这边由于被搬了迈奈特 也上了先锋的位置 但现在梅老板队肯定就吃亏了 他这边是被搬了克林以后 只有一个毒药 那毒药对赛斯这个对局 其实从综合来讲 他会有一个很大很亏的点 毒药这个角色在地面的牵制能力很强 那同时配有一个不错的对空 就是这个下中拳 但这个下中拳的普通级对空 对于赛斯来说好像形同虚设 赛斯的空中空剑打过来 你毒药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应对的 所以对于这个对局来说 我觉得卡瓦诺他必须要主动进攻 他必须要打得更加主动 他不能原地一坐以待毙 那坐以待毙的话 很大的程度上基本就是看着老男人 空剑地面前突 然后用自己的拳脚一路打过来 而自己什么都不太好做 所以他在这里是需要小心地控好距离 去防一下对手的一个空剑切入的范围 但应该是防不住的 老男人这里失误了 失误问题也不大 这落下来就给一个头 再一个空剑继续刮 那他通过这样子的刮脚刀 就不断地把对手可以压上板边了 这是一个非常难打的对局 老男人这边到了板边 直接交VR好脏的一手 这一个战术是真的有点优秀 那这样通过一次VR把对手放倒一次 就可以压一次起身的打法 对于这卡网道来说 肯定压力会非常的大 老男人现在只需要 找准对手出招的事情 我的天哪 这边下中角摸到一个奖直的确认 跟上一个C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打 这个也是典型的 毒药的一个经典不利对局 毒药的角色打很多角色都很不错 地面利回优势很大 但是一旦到了对手空中变轨 很丰富的角色的时候呢 他就需要吃大量的预判了 就感觉非常的吃紧 对就要这样预判对吧 他这个对空看起来是可以拉掉的 但真的是得吃预判 如果预判不准的话 对手直接一个前途过来 那不人美了 现在卡网诺这边上来烧两个资源 拿到了半管血量的一个优势 塞虎这边今天带的是VS2 选择了一发前途没突成功 好了这里卡网诺有一个压板边的机会 直接前途下段点中可以 这一灯拿的干净利落 怎么还没结束 好的 在这一灯呢 卡网诺是提前几次 预先封掉了撒扣的一个空中路线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虽然说我是有对空手段了 但在地面的压力很大 来 这里下中掉先戳中一发 这里加针再来 往前跳 这边这个起跳的位置是太刁钻了 很远很远 然后一个重的脚刀刮过来 你不能动 这里马上晕点近了 直接再给一个头就晕了 游戏就结束了 好快呀 这波过去伤害应该是可以打满了 再接一个EX神刚刚好 啊 雅西吧 这对局 太难了 他上来被摸倒一下 然后就结束了 赛斯这个角色 他摸倒人的时候 追击起来很容易 你被他放倒了 很容易推到板边 推到板边再重一套大的 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 我觉得这角色在下个赛季 应该是要削弱的 你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么高的强度 就很离谱的 他的性能实在过于优秀了 你至少要把他下中角的距离改短一点 或者是他那个反摇角转一圈的那个东西 不利针再多一点 否则真的是白嫖 传统意义上的白嫖怪 你看就这招 真的很离谱 你被他戳中一下 你莫名其妙要吃个下段 然后就进厕死我了 讲道理 这还不削弱 不可能 对不对 来这里下中道 开VT了 来一波 这里还选择交一首VT 感觉是有点亏的 起身吃得一发生龙 就要什么有什么的角色来了 这里VT 骗你往后走 然后打你个下段 卡罗诺不错 白嫖造一下 反正这个VT没浪费完了 这边吃到VT了 呃 yes 送上去以后 再一个VT送上来 再一个反摇角压 这个也是一个精心开发过的套路 还挺好用的 跳前脚落下来 现在就是猛压 你也不敢 哦 这个中脚 敢出 有CA 可以啊 这个中脚真的是拼了呀 这个整个局面 基本上是在SAKO那边 但是卡罗诺他是拼了 真的拼了 这个中脚出的太妖怪了 找到一个机会 把SAKO给弄死了 自己手上有三个资源在 确实还是有这样一个 翻盘的机会 这里反向一个生龙 先放倒 SAKO又开始 做他的白嫖怪 前前快速的到脸上 现在天上这边就不怎么来了 等你反应过来 我想从地面来了 我又出空间了 这种变化对于毒药的防守来说 基本上力回没得做 很难 虽然是一些很简单的招式 但放在高手的手里 就是一些很强的武器的话 这边中拳卡了一个距离 直接是压过去 夏中拳再点一手 夏中拳命中了 VT开出 啊漏掉了 死了呀 这个没有点上 你怎么打呀 这个前中拳又是什么东西啊 SAKO直接莫名其妙 一个前中拳 刚才应该是想教VR的 然后莫名其妙出了一枪 还打中了 如有神助 运气也好 刚才肯定是预判对手 出中拳 或者中角 然后用VR弹对手 结果是值得一个前中拳 还打中 EX拉下来 一个不错的对抗 一把当一抽 伤害还是有的 独要的角色爆发的能力还不错 但现在已经是弹尽凉绝了 这种阶段 只能是看着SAKO表演 这里空间是 直接被一个跳轻角给截了 再交一手VR 这个VT也不用开 反正就交VR就可以了 夏中拳要戳中 直接确认跟上 啊 这里跳压 跳压 就不给你动 这个对手是没生龙的 随便跳压 EX送上去以后 最后一个晕点 卡一下 爬得不起来 在地上多赖一会儿 享受一下比赛的时间 啊 哎呀 哎呀 这个清调复合的 真的是 很绝望 我觉得这个对局 其实很绝望 你放在一个顶级的高手面前 出现这样子一种 角色性能差的时候 就会 很难打 主要这个角色 在应对很多角色的时候 很厉害 尤其是那些 空中没有变轨的 像是龙啊 对不对 这种标准倒伏系 对吧 那一旦遇到这种 空中有很强力空间的角色 他其实会很不舒服 像是加米啊 对吧 这个赛斯啊 他都会比较难打 好了 那这个比分已经锁定到1比5了 我们这个比赛感觉快了 下期视频继续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